Him集结了闹 303 恐惧魔王和死灵骑士 一众人利用程序bug形成传送阵 来到的设计师的另一个存档 他们一来到这里便召唤了大批的僵尸 恰好设计师和他的朋友们正在这个存档游玩 当他们看到眼前的恐怖场景 吓得直接退出了游戏 设计师无奈也只好退出 他赶忙来到史蒂夫的存档想要唤醒他 等史蒂夫醒来后 设计师向他发送了一个文件 史蒂夫看后非常震惊 里面正是不死军团肆意破坏的图片 史蒂夫拿起了他的剑 他认为是时候去做个了结了 这一次他没有戴上阿哈 他已经失去了阿哈一次 不想再让他去冒这个险了 史蒂夫通过传送阵来到不死军团所在的存档 这里已经一片狼藉 不死军团立即将他围住 他们把史蒂夫打晕并且想把他带来 就在这时 埃利克斯突然从天而降 与他们缠斗在一起 303剑撞直接转头开溜 恐惧魔王也跟着逃跑了 另一边 辅助想要用命令方块修复这个存档 谁知303案中偷袭将命令方块卡了过去 一头钻入了传送门 埃利克斯也紧跟着追了过去 史蒂夫紧随其后 但当他传送之后 却发现自己进入了另一个地方 这里到处摆满了TNT 这下史蒂夫应该如何应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